OK,大家早安 现在是COVID-19的时间 就有很多人开始去推广保健产品 所以我就很好奇看一下 不同的网站他们是怎样去推广保健产品 什么样的保健产品卖的是最好的 然后你猜什么保健产品是卖最好的 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可以增加免疫力 就是他们讲的 Can boost up immunity system 如果这个 context 这个话语是放在美国的话 肯定给FDA抓了 可是刚好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没有事情 如果你刚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不要用提高免疫力 你用支持免疫力 你不要用 boost up immunity 你讲说support your immune system support的字眼 它就不在FDA的管辖范围 或者在任何的食品管理 部门的管辖范围里面 那这些人他大部分的销售手法就是讲说 维他命C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储存在身体里面 你每天都要摄取 那你摄取的多也不用担心 因为多余的维他命C会跟着你的小便 你会拿开除你的体外 那所谓的维他命C不会过量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一般一般 所以我要跟你讲另外一方面的故事 让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那维他命C过量的话 对于那些胃寒的人 消化系统不好的人 你肯定会有这些状态的 那如果你是消化系统不好的话 你肯定会觉得 消化系统不好 你吃的多余的维他命C 你会有几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你会觉得头晕 你可能会觉得你绕晒 如果你的消化系统 以前都有胃脏风跟胃酸 到我们的心上的话 你的胃酸逆流会更严重 reflux 那如果你的维他命C 都是从水果跟蔬菜摄取的话 就算是你的胃比较寒一点 比较差 你也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只有是你是吃综合的保健产品 或者是维他命C的保健产品 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停止吃维他命C 那第二个维他命C会过量 会造成的一些身体副作用是 叫做 就是铁质过多 铁质过多是什么原因 像如果你们去吃保健产品 吃那个维他命C 你的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 你一定要放点Zinc 因为有Zinc的话 你的身体比较容易吸收 维他命C 然后你知不知道 当你的维他命C 你的摄取量增加的时候 你的铁质 他命C的吸收率 他也会增加 这个就是你需要当心的东西 如果你除了吃维他命C之外 你也有摄取很多铁质的保健产品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很多的保健公司 他是讲说可能你的平均的人可能是50到68的销售吸收能力 我就设计这样子的分量的保健产品 可是当你有加了一些维他命C过后 铁质突然吸收率增加很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能没有预警的情况下 你无意间吸收到过多的铁质 那过多的铁质会有什么作用呢 你的肝可能会受到着痒 你就会觉得我的肚子腹部有点痛 多余的铁质可能会到你的关节里面 会造成你的关节疼痛 那当你的肝瘦了过后 你会第一个最明显的反应是你的皮肤会变到比较黑 如果你去上网找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词叫做 Hemochromatosis 这个就是 Ion Overload的一个综合症来的 OK 那这个是一点 这个其实会导致很多的副作用的 所以这个你们要关心一下 如果你对铁质你没有讲说 你吃其他的 没有吃其他的铁质的包裂品 OK 没有问题 那第三 是肾 OK 如果讲说 你的人本身是健康的 肾没有问题的话 你吃很多维他命C OK 你要先了解 过多的维他命C 是怎样排出体外的 维他命C经过身体 它会开始breakdown 它会开始分解 会有hydrogen peroxide 然后等到他尿一排出去的时候 他的成分叫做oxalate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草酸 他会通过草酸的方式 排出我们身体的体外 那如果你本身的肾脏不好的话 这个草酸停留在肾脏太久 它就有时间跟机会 跟不同的矿物质结合 而变成 肾结石 OK 当你的肾脏结石或者你的肾功能 受到影响过后 你会怎样 如果你已经有初期肾衰竭的人 你的肾衰竭会越来越严重了 OK 这个是主要是给你现在的肾功能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甚至你已经有一些肾衰竭的状况了的人 你再吃多点维他命C 它肯定会加剧你的问题的 OK 所以综合这些来讲 我想要讲的东西就是 你可以不可以吃多点维他命C 你可以吃多点维他命C 如果你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这些状态的情况下 可是如果你身体是健康的话 为什么你要吃多余的维他命C 健康的人 普通的情况下 你没有infection的话 从蔬菜跟水果里面的 这个维他命C就已经很足够了的 你不需要吃保健品 那人家可能会讲说 如果我每天吃蔬菜吃水果 我摄取维他命C的分量 会不会过量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你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过量 过量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你一天啊 你吃30个orange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是安全的 嗯 在某些状态下 有些人会讲说 我要做mega dosing 叫做 我要比平时 再多很多倍的维他命C 有这个方法的 在医学界 有些叫做mega dosing 或维他命C 来增加你的短期内 把你的免疫系统完全增加上来 有这个东西 可是对我们大部分 我们都是属于比较正常健康的 其实不需要到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读者们 你们觉得 哎我想要了解一下 万一我真正是跟那这个肺炎 万一我有朋友真正是跟那这个Covid-19的话 我要用天然的方式 用家中的方式 因为他已经被isolate在家 他也不可以去看医生 因为医院管了 他只可以用这个mega dosing的方式的话 我要讲做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们在comment下面讲说 哎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这样明天我们就讲 所谓的mega dosing OK 所以对于大部分的人 其实你们可以去吃 你们想要吃维他命C 喝那些水啦 也可以 维他命C保健品 up to you 可是我已经把这些东西 先跟你们讲了 我的建议永远都是从 蔬菜跟水果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谢谢